因為他是公衛專業 而且他曾經當過副總統 不管是資歷還是威望 其實都是國內最首屈一職的人選 所以他坐上這個只會換位子 你要問柯文哲也好 或是國民黨也好 哪講得出來更適合的一個人選 或者是說柯文哲 難道他還要放話說 他比陳建仁更懂公衛嗎 這不可能 所以陳建仁 基本上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覺得他最適合的角色 不是直接投入選舉 而是去補防疫的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那桃園呢 那以桃園來講 我認為其實在桃園裡面 在地的立委 為什麼會覺得沒有競爭力嗎 我覺得倒不至於 因為所有的民調來看 你看包括鄭運鵬 在地的立委 他對上國民黨的人選裡面 第一個有一定程度的競爭力 第二個是什麼呢 國民黨現在陷入一個內亂 其實本來桃園很多人都擔心說 會不會被國民黨拿回去 可是國民黨他的自亂正角裡面 就來自於太多的全謀算計 包括說剛剛提到說林志堅市長 有沒有可能轉戰桃園 林志堅的問題可以解決嗎 那個不能動的事情 他現在一致決定了 如果要解決就很好解決都解套嘛 但是問題是如果那你就要看最後的情況 目前是沒有要解沒有要解套的意思 因為這個防止大家 因為就是韓國瑜的後遺症嘛 其實這是一個政治信用 就是說過去民進黨 還要防止侯友宜當選 新北市長連任之後 你看現在大家都認為民進黨在新北市 也是沒希望當選之後落跑去選總統 是這樣 從朱立倫到韓國瑜到現在的侯友宜 其實民進黨對比國民黨一直有個因素 就是說你國民黨很多人都沒有做好做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陳時中去選臺北市 如果陳建仁做指揮中心的指揮官是沒問題的 我相信他可以壓制住蠢蠢欲動的那桃園呢 如果是鄭育鵬出來 鄭育鵬名調高於魯明哲嗎 好像沒有 但是一定高於呂玉琳 可是他們現在被逼的現在是推魯明哲 現在只是暫時這個停止而已 因為呂玉琳背後的勢力很大 所以不一定就是魯明哲 就是說 我是想自己說要鯪魚 所以自己要變成一條鯪魚 但是國民黨還是魚死亡破 對啊 國民黨就覺得說你撿個鬼 然後搞不好就是魚死亡破 就是這樣 所以民進黨還是要看要再等個兩三個月 對 跟你沒有 民進黨對要等個就六月才會明六都 台中 現在應該是台中決定了吧 台中應該基本上 應該有 應該是 應該是蔡其昌 長那麼小聲幹嘛 你怕何欣傳來跟你吵架嗎 沒有 我也不是 選對會的人 靜怡 台中是蔡其昌嗎 還不確定啊 我很討厭何欣傳 我自己公開講 沒有啦 我們台中的人選 我相信不論是欣傳或者是其昌 還有其他的人都 欣傳我就不支持 他們都有提到說 因為我們已經決定 就是六都要由總統 就是我們的主席來徵招 不是啦 就是你不要講官話啦 不是啦 私下看起來就是蔡其昌 上節目你又不是在黨中央講話 我又不在選對會 而且我也真的不知道進度 但是 情報太差了 沒有 我真的沒有這些情報 那天不是有個大咖聚會嗎 我們也是有聚會 但是那天的聚會其實並沒有 台中的你上次提名 你就是大咖先運作 你忘了嗎 那個大咖運作我也不在場啊 我要講的是 各位 你們大家都知道 我這個人反正這個快人快語 而且我真的是那個舊舊事論士 何欣傳怎麼得罪我呢 這個傢伙在我們這個初選的時候 他居然在他們立法委員群組裡面 說我們一直在批評嚴家 批評鄭蘭公 嚴清鏢霸佔戰鄭蘭公 批評嚴寬恆 嚴清鏢用字太過強力 說台中人不喜歡這一套 你台中人喜歡霍悉你啊 就是因為他講這個話 所以我到現在都在生氣 像這種沒有是非的立法委員 管你啊 多高票 你們台中是提名何欣傳 我們就不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 我跟你說 不要這樣說 都一致團結啦 誰跟你團結 我也不是民進黨的 手搭 是不是蔡其昌啦 教室議員的立場的話 我獨家說是蔡其昌 期待當然是母親趕快出來啦 小雞才能開始做啦 但蔡其昌會碰到副院長要不要辭職 立法委員要不要辭職的問題 就徵招就好了嘛 徵招就不用啊 徵招就不用啊 因為如果你要初選 人家就會逼你遲東遲西嘛 那你現在就是徵招 因為人家我們確定每一員 對啊 何欣傳跟蔡其昌是同派系的 蔡其昌出來選何欣傳就 就放心了 就不會有何欣傳 我才不會為何欣傳優心呢 我真的覺得他討厭 對 你就放心了 不會有何欣傳 像你們臺中人多軟趴趴的 面對那個年輕鏢 多害怕 什麼玩意兒嘛 你們民進黨本來過去幾年 就沒出席在臺中 蘇達 請你做結論 你們臺中這一場有勝算嗎 其實這一次的臺中市長選舉 其實地方的期待是非常的高 尤其包括 期待高有什麼用 包括之前那個中二補選開始 其實大家其實已經看破現任市長盧秀燕的手腳了 所以我想我自己在地方 在集成其實很多民眾都跟那個Coke姐一樣 大家都很期待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母雞出來 能夠帶動這一次臺中市長的選舉 非常手段啊 你也不能就每一個人都覺得 哎呦 臺中不能殺這個不能打這個是這樣子嗎 臺中人是這樣嗎 現在的非常手段就是我們選隊會會征召人選出來 來擔任我們臺中市長的人選 請教朗東 你覺得民進黨在提名上面 會不會是太過於想東想西的 我是真心話 這些人都不錯 可是如果臺中提名陳柏惟來選高不好 可以選上 對 陳柏惟他爆發力是很強 那何欣騰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不在那個立委群組裡 如果他真的有講這個話是很不好 他有 因為整個立委這個出選 這個補選的過程當中 被嚴禁告的就是我們 然後呢 被他告好幾個案子 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各種的這些威脅 非常多人說 我要保重 要保重 要保重 要保重什麼 我已經出過兩次庭了 對 結果打印象 你們民進黨有誰來安慰我過 結果打印象的人 不但沒有受到精神上面各方面的一個支持 反而就在那邊講這種唱衰的這種話 然後最後呢 發現說 哇 這個選情的有力 有揪贏了 就跳出來一起去反言金票 在那邊收割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這個不好的行為 大家就打印象就像說新北業很硬 大家努力要下去打 那打完再說 你不能說什麼 只要站到一個部分之後 我就那個收割機就開出來說 我要來選市長了 接下來我有機會要當了 然後一開始大家在努力前些奮戰的時候 你就說台中很不喜歡這一套 新北市我講一句良心話 現在那個書系的人根本不願意出來選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願意去做炮灰 想要四年以後侯友一卸任了之後 就可以去選 我講的也是實在話 我也不怕得罪人 我才不像陳敏鋒 有的時候還還那個 你們民進黨提名的這個問題 各位觀眾 你如果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你是個民主的信仰者 我覺得這些真相 你們必須放在心裡 然後反映給這個政黨 不可以包庇他們 我才可以打擾 他就是要付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